合併與分割儲存格 當我們錶格過多的時候 假設這兩個 你可以選擇合併 按右鍵 選擇合併儲存格 它會變成一個 然後你也可以把這個儲存格 選擇分割儲存格 在錶格裡面有一個分割儲存格 合併儲存格與分割儲存格 那你要選擇怎麼樣去分割 這是水平的切割 或者是垂直的切割 好,我們故意做一下不同的設定 之前我們是用水平的合併 我們現在垂直的切 因為發現它多了兩欄出來 那你可以再把這兩欄 錶格合併儲存格 它又合併回來 然後這一個儲存格 要選起來之後 再來做分割儲存格 你可以切為水平兩欄 這樣又回來了 所以合併與分割儲存格 這個功能一定要會 方便你在做表格整合的時候來使用 谢谢观看